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台股今天是史上第二度 盤中突破17000點 而且今天的高點又再過前高 早盤最多漲181點 最高來到7041 但可惜虎頭蛇尾 先衝高181 最後中場反而翻黑跌57點 最後收盤跌34點 上下差了200多點 指數在這邊很明顯的 量一直放出來 指數攻不過去 就融資的指標來說的話 雖然融資也一路往上 短線籌碼這邊很明顯的 它就是比較亂 所以最近常常看到說 好像前一天還在創高漲停板的 突然間隔天可能殺跌性 甚至今天有那種早盤漲停板的尾盤收跌性 都有都有 所以這就是盤勢目前看起來就是 進入到一個比較修正整理的階段 長多的過程你終究會遇到整理 這是非常正常的 通常在遇到這種整理階段的過程 它也就是我們要再進入一輪所謂的持戶調整的階段 比如說前兩個禮拜 3588的通家 我記得我們是賣在這邊 99塊多 賣完之後呢 目前已經整理了大概一個多禮拜 股價壓回到82塊半 那時候我們賣到通家的獲利是25% 然後6494的9期 我們那時候賣在這邊賺了46% 賣完之後呢 一度又過高 那這兩天又陷入整理 MCU族群最近普遍來說都是高漲整理 然後六四會把我的點序 我們賣在大概這個位置 從60塊買賣在130多塊 賺了125% 這段沒有賺到 目前都拉回做一個整理 這種漲多的股票 都是需要整理的 這是非常正常 然後後來資金我們就轉到政打 然後賺了這一段 很快我記得四天五天就賺了25% 就一檔接著一檔 後來呢再轉進 台電相關的供應鏈 比如說萬論 賺了這邊 昨天創高158附近 持股全速出期 就今天股價已經來到多少 137塊半 所以我們大概也是在五天時間 萬論賺了21% 賣在高漲之後 股價也掉下來 拉回其實就可以找另外一支買點 另外也是五天賺了27%的光陽科 昨天創最高62塊4 60幾塊錢 全速走一趟 到今天收盤 收56 一來一回 兩天的高點跟低點 其實這差距都超過四幾二十八 所以當整個大盤它在高檔量越放越大 融資越來越高 然後很多股票 可能今天漲停明天跌停 就表示就是說這個行情進入 一個比較修正的過程 所以持股其實就隨之需要跟著做調整 漲多的持盈保態 要把資金收回來 然後夠低的夠便宜的 我們逢地來做加碼 所以資金就是要開始做一輪新的規劃跟布局 我們持續在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高的賣低的賣 然後新的128的翻倍股 一檔一檔來 政達萬論廣陽科 然後經驗等等一檔一檔來 還有我們最新的布局 所以現在它是一個調整持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只要你調整得好 maybe整理的過程只有一兩個禮拜 那一旦整理完之後 數字強的股票又帶頭領先衝出去 你買對換對調整對後面你大賺音波 那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股價就卡在這邊 可能未來三四個禮拜 三四個月動都不會動 所以這個階段就非常重要 比如說經濟科上週五 殺下去四八五 我們趁著大跌 先大買第一次 先大買第一次 然後隔天禮拜一 再殺到418 我們425 再做一次的加碼 我的看法都一樣 把握每一次幾跌的好買點 你能看到我經濟科 我是全市長看最早 而且很有可能是看最好的其中一個人 但是我背後這麼龐大的家族成員 我們買最多的情況之下 你大概沒有看過 我帶著我們家的成員去買 在漲或者是大漲時候的經濟科 都沒有 我們都不追的 我們都趁著大跌買 大跌買 然後今天找盤 最高來到447 尾盤又跟著大盤 跟著掉下來 最近一度殺到420塊半 但中場一盤 從429拉到437塊半 中場小跌10塊錢收在437.5點 雖然說還是跌 但是我們在上次自由時報的報導 我們買跌停板是463.5 五天衝到615 就很可惜拉回整體的過程 遇到四星的客戶沸騰 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 導致四星目前已經股價是 連續性的跌停板 今天已經第三根 看起來我認為是跌不完 所以前兩天也就連帶的影響到 所有的IP股也都跟著掉下來 所以讓這一次經濟科的拉回 才會跌破前一次的低點 灌到418元 然後我們拉回的過程 485買一次 425再買一次 雖然485買的目前是還在套牢 前一次低點買463.5元 目前也沒有賺錢 但我們都是升大跌買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今天只要你有大跌你有幾跌 我會持續帶著我們的教育成員 持續進場做一個成績 因為我們原始成本是從780買上來的 那個成本已經拉得太遠 所以今天只要你敢跌 我們就敢買 後面我的看法都一樣略觀 因為光他第一季 我原本估計賺一塊半 昨天他已經提早公告3月份的獲利是0.49 所以有略低於我預期的三月份 原本預期可能可以賺到大概6毛錢 公佈出來是0.49 然後低期有預估是一塊半 結果算出來是1.38 公司的公告的數字為主 那為什麼我算的會比預期的再多 因為實際上比較少 很有可能是因為公司結案量大 生意變好 研發經費拉高 然後可能研發人員也持續擴邊 所以費用就拉高 所以隨便原本抓2500萬 現在可能要往上增加一些 但是1.38跟1.5其實是差不了多少 而且至少它也高於金星科的第一季 估計只有賺0.65元 那金星科這一波回檔的過程回也不多 目前股價都有還有大概555塊錢左右 那營收獲利都不如金星科 而且金星科進入第二季 當它第二階段的合約如果順利的完成 然後簽下去第二階段 一般來說第二階段Face 2的權利金的收入 通常都是第一季的蠻多倍的 通常 那一個案子常常是分四四千 或者多一點可能就分六四千 那一般來說比較多是分四四千 第二階段它有全新的任列的金額 往往是第一階段的好幾倍 所以一旦第二階段在第二季 前約完成後續陸續認定的話 那我們估計第二季 會就會超過三塊錢 然後第三季呢 之前的案子會進入到叫做設計定案 叫tap out的階段 台電那一邊設計定案 tap out之後 就可以照比例再認更多的權利金 所以我們估計第三季會賺超過四塊錢 到第四季會進入小量量產 那出貨量一旦拉高 引收隨之拉高 那獲利就會上看超過五塊錢 所以這樣算一算 5加是9加32 再加第一季的1.38 大概就13塊多 這大概是我們目前估計的基礎的獲利 那如果第四季量產的速度夠快 數字往上加 好像我們說的後續 今年應該還有至少 一兩個到兩三個新的案子會簽 一旦再簽進來 數字再往上跌 那今年獲利可能就是15 20塊錢以上 那這個數字絕對遠高於金星科 今年大概我認為打底就五塊 樂觀可能十塊錢 但金星科絕對不止 更不要說明年的獲利是爆炸性的成長 所以他是因為四星的關係才殺下來 但是過去這兩天 外資第一天最低點買500多張 昨天買了400多張 兩天買了900多張 那今天尾盤 一筆又買了207張 看起來又被人家一次收 所以當籌碼在低檔 越來越集中的收到外資大戶的收益的時候 等到所謂的四星的相關的利空的干擾 告一個段落 四星我認為他會持續往下 但其他的IP股其實各有各的基本面 只要脫離那個影響的話 那怎麼下去就怎麼上去 當籌碼越來越集中 而且股價被挫殺的情況下 後面反彈的力道可能會 比市場所預期的強的相當多 其實前一次從463.5元 五天就漲到615塊 其實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那當然最近很多人都跟我說 老師看節目 好多台灣性節目的名嘴都說 IE設計股現在好像要完蛋了 要回檔 要崩盤 其實我的看法始終如意 漲多修正那是正常的 但主流它是不會變的 因為今年整個電子產業上肥下售 從最上端的晶圓代工缺貨 根本就未來這一年都解決不了 封測也是一樣 所以IC設計股現階段 它的報價原本是一計條一次 現在幾乎已經進到每個月 可能都在漲價的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趨勢如此 大家都缺IC 你說整個IC股要掛掉 那台股大概也掛 所以如果台股不掛 那你看到什麼傳產升級股 那都只是偶爾接棒一下 但真正主流就是在IC相掛 其中最強勢的仍然是IC設計 所以這個主流是不會變的 所以拉回是給你買的 比如說鴻康 4月8號禮拜四 是拉了第五根掌情辦215 創這一波最高 隔天高點還214 然後禮拜一 禮拜二 昨天 昨天尾盤 拉回比較深 今天早盤最高一度反彈到197 尾盤比較可惜 因為大盤不好 就押回平盤效益一塊錢 但這種股票我認為拉回不會升 三月份營收1.49 月真的85% 大創歷史新高 那三月第一季就已經漲價15% 那三月份因為日本瑞薩 所以失火又漲價15% 四月份普遍來說 大概都漲價15到20% MCU的部分 所以我們估計在漲價之下 營收又創高三月份的獲利應該有一塊三 這個數字就會比天尾跟敦泰 之前的1.23跟1.17的獲利來得更高 天尾的部分今天也非常厲害 前兩天才一堆人暢衰 結果今天崩一個就讓燈鎖漲 當然最後沒有鎖住 但是告訴我們就是說漲價趨勢 然後利率往上EPS往上 在勢頭上趨勢上的IC股 拉回一旦反彈的力道是非常強勢的 那如果說天尾都可以維持在 今天最高是363 都可以維持在350塊到400塊這個區間 獲利未來可能更高的宏康 那比較空間不是甚至還超過100%嗎 所以我們都不會因為說 短時間股價非常正常的漲多的震大 就去改變我們對於基本面趨勢的看法 這個趨勢不會那麼快改變 但是當股價可能在幾短時間之內 受到一些市場因素干擾 比如說市新的因素導致經濟更多的拉回 市場漲多回檔的因素導致MCU相關的股票的拉回 這就像LV打折打8折打7折的時候 你更要去買 因為就像我說的LV打8折你去買 其實你就是背得爽而已 他今天不能帶給你新增的財富 但是當股票中的LV股票中的金平股 當他股價打了9折85折你下去買 後面那個價格再漲回去甚至漲超過的時候 他會帶給你非常多的財富 所以好股票就是要趁拉回買 就像金利科一樣 漲到600塊我們一張都沒有買 500塊以上我們一張都不曾買過 但是當他跌到400多的時候 我是非常積極的帶著我們教育成員金長做買進 昨天創高幹掉光陽科 創高幹掉萬樂 我們就是在低檔買金利科 所以好股票就是要剩低買 升權前兩天也拉回 今天盤中最多也漲到接近5% 截止分盤最後一天 前兩天也拉回 我認為解除教育之後 解除分盤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之內 很有可能就漲回到高點 因為MCU淡季漲 4月份又在漲價 今年升權接單大爆炸 他原本跟上游爭取是300%的產能 才能滿足他手中訂單的需求 但很抱歉 因為代工就是缺 但也support他多100%的新產能 多拿100% 所以第四季 4月份第二季正式進入旺季 加漲價新的晶圓到貨 數字一旦往上飆出去 他就會像當初我們在60幾塊錢 買天玉跟點序一樣 當進入旺季價格漲上去 營收衝出去 新產能也到位 毛利率EPS開始三級跳四級跳五級跳上去 股價一翻就是好幾倍 所以MCU的部分 宏康是代表股 升權的部分 股價已經整理兩天了 後面也都非常有機會 後面也非常有機會 所以我們最近就是在這兩個禮拜陸續做調整 賺很多的什麼九旗 點序 通家 政達 萬潤 光陽科 有的可能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就賺個二十幾% 三幾% 四十幾% 陸續就出一趟 像我說的要賺一倍要用方法 你不要每一檔都跟經濟科一樣賺個一倍 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不是每一檔都這麼厲害 但如果能夠多抓幾檔賺三成的 累積個三四次就是一倍 所以四月份現在已經要進入中旬了 我們還是會陸續帶大家操作更多的一二八的翻倍股 我們也開始全新重壓一檔一二八的翻倍股 數字也是六開頭 但是不是六四一一的經驗 不是 是全新的一二八翻倍股 也是六開頭 其他公司客戶大有來頭 台積電 美國的跟韓國的IC大廠 都是他的客戶 都給他非常大的領帶 都是大客戶 都給他下單 今年的獲利要比去年成長六成到一倍 大於六成到一倍 明年會再翻倍 所以這套公司極有可能是 今年翻倍 明年再翻倍的超級標股 那就像我說一二八的翻倍股一樣 顧名思義 他就像當初我們在第一檔 重壓佈局點序 重壓佈局天域 甚至是重壓佈局經濟科一樣 這一檔 將是四月份的全新的重壓標的 一二八的翻倍股六開頭 那如果你想跟之前的天域點序 宏康經濟科一樣大賺一大波 我認為這一次是你最好的機會 一樣 只要來電說出通話命語168 鄭老師168 那你就可以把這檔股票帶回去 那我都已經幫你過濾再過濾了 只要把他帶回去 跟著我們一起操作跟買進 後面就會一個大波段的行情 那我想大家都有機會賺大錢 全新重要一二八的翻倍股六開頭 來電說出通話命語168 就可以把這檔股票把它帶回去 那希望自己把握這個機會 等會我們再聊其他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鄭老師堅持只買金平股 那所謂的金平股都是數字最強的股票 他常常在市場比較好的時候 是沖的噴的比誰都快 比誰都兇 比誰都猛 但他當然他也會有需要拉回 稍微做一個整理的時候 比如說經驗 上週五是連兩根的掌停板 然後昨天找盤最高來到179 再創掛牌的新的天價 今天就做一個拉回的修正 但這種創高拉回換手再往上再創高 我想這都是畢竟的過程 但重點是他的趨勢不變 因為昨天公告三分零營收 這邊紅天蓮還沒有更新 差一點創新高 但也是持續強勁的成長 今年爭取到非常多新增產 大概五六月份晶圓產出 就會大增 代表營收就整個拉上去 到時候的單元獲利可能是一塊半起跳 而且最近才剛對客戶大漲價30% 這個幅度是最高的 今年多拿到78的新產 而且Intel的新的CPU的架構 我跟白牌的充電都需要非常大量 可能是5倍到8倍的ESD的 所謂的靜電保護的元件 這個都是今天的市場 所以這用量大增 漲價加新產能 今年我估計要大賺18塊錢 所以本益比漲到179 本益比都不到10倍 今天拉回本益比甚至只有9倍 所以這種股票我的看法 就跟MV一樣 拉回打折 好好把握買點 後面會讓你賺大錢 另外一檔168翻倍股 三字頭的就是3014的聯陽 盤中最高漲7.2% 也再創新高126塊半 但尾盤盤不好都壓回 趨勢都是確認的 因為都是創新高的趨勢 那也對客戶漲價了10% 那不可產值每一台不低 差一顆IC就不能出貨 所以Google為了顧料 幫聯陽跟上游的晶圓代工 多爭取得要到30%的新的產能 所以後面營收一路往上 加上漲價 今年我們估計要賺11塊 去年賺5塊多 所以倍增一倍 本益比只有11倍 跟經驗一樣 這都是非常超值 而且非常明確成長 本益比只有10倍左右的一個 IC設計股 全新重壓128翻倍股6開頭 台電 美國 韓國 IC大廠都下訂單 今年一倍是成長六成到一倍 明明要再翻倍 這是全新的翻倍股 那就像當初的點序 天玉 宏康一樣 第一檔買進 後面都是倍數翻 來電 說出通話密語 鄭老師128 就可以把這一檔最新 118翻倍股6XXX帶回去 帶你波段獲利 祝大家下次再見 大家再見